大家好 我是爱讲故事的 Ivan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我有个朋友在 2016 年的时候 家里买了一台 Lexus RX 200T 他们选择 Lexus 的原因跟大部分人都一样 就是这款车的耐用 而在最近呢 这款车他们打算卖掉然后换一辆新车 那么你猜猜看他打算换什么新车呢 结果他还是打算换 Lexus RX 而且是这一次全新一代 Lexus RX 的顶级版本 RX 500H X Sport 那么这款 X Sport 车型呢 会有什么点吸引到他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辆车啦 目前 RX 在马来西亚呢 有两个车型可以选择啦 就是 RX 350 然后就是这个 2.4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版本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 RX 500H 它同样的也是2.4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就是有混合动力系统啦 它的最大满力表现 360HP 可以讲是有史以来最强的 Lexus RX 而且加上 X Sport呢 它其实它的这一个运动化表现会比起这个 RX 350 更强啦 它的 0-100 加速 6.2 秒 讲真的 以这样子重量这样子类型的车款呢 6.2 秒加速是非常的快的 Lexus 只用了2.4公升的排气量加上电机呢 就创造了媲美3.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的输出 然后还有一点 它告诉我为什么会从200T跑去 RX 500H 的原因呢 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这样车的操控表现 熟悉 Lexus 的朋友啦 应该都知道 Lexus 一向来跟操控都不沾边 可是新一代的 Lexus 它的操控是一等一的好 甚至不输给 BBA 这样子欧洲品牌 然后呢这个 500H 还有一个独家功能 后轮转向 我这样的讲大家可能不懂后轮转向有什么功能 后轮转向就是在你的前轮在转向的时候 它后轮也会有一定的角度跟着转 这样一来呢它可以加强车辆的循迹性跟这个车辆的灵活性 所以呢你不要看这台车那么大台 其实开起来还蛮灵活的 其实啦我之前也开过这个 RX 350 啦 350 的表现我觉得也很好了 可是配上了这一个后轮转向系统之后啊 这个操控表现 我可以跟你讲 它甚至会比起 B&W X5 还要再强一点点 所以你没有听错在这个价位 50万令吉的价位呢 提供后轮转向的同级 SUV 应该只有它一款 这一点我觉得就只回票价啦 而且重点是哦它的轮胎原厂给你的轮胎啊 配来就直接是米其林 PS4 SUV 只是尺寸达到了21寸 我完全不敢想你换轮胎要到钱 不过OK啦 买得起这款车的人 重轮胎的价格 不是重点 重点是表现好就够啊 这次 RX 500 还有一个黑科技 就是这个 Direct4 的四轮传动系统 这一套系统是 Lexus 特别为了这个混合动力车款开发的 它可以配合电机 可以给到你更好的循迹表现 尤其是在雪地的时候 因为这台车主要的市场是在北美 所以对于雪地的驾驶安全性它们是非常重视的 而在马来西亚降止气候的国家呢 这个 Direct4 系统就可以给你更好的操控表现 至于有极好就像我刚才讲的 它甚至会比起 BMW X5 更好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要告诉大家 这个 Lexus RX 500 匹配的变速箱是六速的自排 350 是八速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个原理很复杂 就算我自己要讲的话也要花很长时间去讲 但是我给你保证的是 这个六速自排呢 对于这台车的动态跟加速表现 完全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 你永远可以相信 Lexus 的混合动力系统 日系的豪华品牌呢 它们会把这个细节做到极致 这个 RX 呢跟新一代的 Lexus 车款呢都有这个 新的这个 电池门开启方式 打开之后 坐进去 然后还有个细节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 Power Window 大家仔细听它的声音 你有听到任何的声音吗 它们就把这种细节就做到是你想象不到的地方 就例如讲一般上 Power Window 如果你打开的话 静止下去它会有一个扛一声的 可是这个基本没有 因为到了最下面的时候还会放慢速度让它慢慢的下 所以就是营造出这种豪华的感觉 而且呢这个电池门开启还有一个好处 也就是讲如果今天你开门 后面有车或者有 Motor 或者有行人的话 它系统侦测到 你按下这个开关 它会不让你开门 为了保障你的安全 阻止这种开门杀 但是没有人的话 一开 就可以了 现在的人买车呢都是追究沙发 彩天 大冰箱 这三样里面 Lexus RX 给人你其中两样 彩电 跟沙发 我们先来讲这个彩电啊 这个彩电它的使用起来很流畅哦 你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而且我在 Wireless CarPlay 的情况下我去滑动这个萤幕 它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卡顿 如果你直接使用它车机的系统的话你会发现到它更加的流畅 这个呢基本上就是顶级的这个车款呢它的车机应该要有的流畅度 然后还有一些仪式感 包括了氛围灯可以自己调整颜色的氛围灯 然后还有这个冷气控制旋钮中间还有一个彩色屏幕 可以显示这个温度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GP 加Mark Levinson 的高级印象 RX 500H 你终于看到了Mark Levinson 的印象 所以整个效果它没有给你很惊艳 但是你使用起来的话 一定会很喜欢 然后再讲这个大沙发 你可以看到我的身高是181 我坐在这个椅子上面非常非常的舒适 基本上我的身体每一个曲线都被Cover 到了 而且这个椅子的包覆性很好 就是讲如果真的驾这辆车激烈驾驶的时候 它这个腰夹可以夹住我不会让我滑来滑去 然后重点是哦 这个椅子前面也好后面也好 都有冷气通风衣的功能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天气非常的热 这个功能完全就是派上用场 你看我的背部基本上没有汗石 这辆车还有两个我非常喜欢的便利功能给你 一个就是Auto Parking 还有一个就是超高清的360度镜头 这么大辆车360度镜头真的是非常适用 我刚才有说到这个Lexus Hybrid System是不需要担心的 另外一个Lexus不需要担心的点就是它的舒适度 你看坐下去就好像真的是坐在你家里的沙发那样 而且呢它的这个舒适度呢我觉得也是很好的范围 在同级的对手里面应该没有几个可以跟它相比 你看这种皮革跟发泡棉的柔软度 还有这个座椅的包覆性 然后还有大腿的支撑 基本上都是一等一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很喜欢的点就是 这个椅背 你是可以坐这个角度调整的 也就是讲呢如果你要坐得舒服点你可以斜一点 你也可以靠前点 然后这个脚步空间我也不用比给大家看的啦 非常非常的大 后面 同样的也有这个冷气座椅的功能 然后有着一个 独立的控制面板 你可以控制个冷气的温度 这一点完完全全的符合豪华车款的定位 这样子的后座空间你喜欢吗 我相信你的家人坐下去应该会非常的喜欢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的朋友 换了两辆车都还是选择RX的主要原因 我每次驾到Lexus的车款呢我都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我是一个很忠实的Lexus车迷 而且这一次呢新一代的车型底盘操控表现是真的好 所以 我迫不及待想驾这款车 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弯道表现 有了这个后轮转向功能的话 它的操控表现会进步多少 首先我可以跟你讲你在这样子的弯道呢你根本不会体会到它是一辆 轴距达到2850的大型SUV 中大型啦不算是完全大型 然后你可以看到吗我的转向 很清晰 如果是讲我跟它的对手像是GLE或者XYB的话 XY的转向应该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但是因为XY的这个中心比较高所以在转向的时候呢 你可能不会感受到 XY可以有一个这样好的这个稳定的表现 其实我真的蛮surprise的 这一点 Lexus一直以来都不是强项 但是在这一次 这个新一代的RX上面呢 它的表现是比XY还要优秀一点的 这个让我蛮惊讶的 所以 这台车其实是可以带给你一定程度的驾驶感受 steering 跟手的程度不会输给BMW 但是因为它的底盘重心比较低的关系 配合上这个悬吊跟后轮转向 所以在驾驶表现方面如果是讲这个价位 这个价位的豪华XUV啊 它应该是比较强的那一个了 真的最接近的也是XY但是XY可能如果单论操控的话 XY可能会 稍微输一点 这个是让我蛮惊讶的地方 但是买到Lexus的消费者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专注在于它的舒适表现 这一次Lexus的舒适表现怎么样呢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保留了一直以来这个RX的这一个优秀传统啦 你不要看它在车身动态表现方面是很好的 可是 它并没有影响到它在这一个舒适表现的程度 例如讲 OK我们前面有一个减速带我们试过一下那个减速带 OK可以看它非常的高 然后你们注意看镜头啊我用这个40的速度过 看到吗 它的碎震完全被吸收到很干净 这一点 真的是足够surprise 如果你是比较运动化的车款跟这一个 舒适的车款它们的悬吊是很难剪得的 OK现在又有个减速带我再过多一次 看到吗它把这个震动完全吸收到很干净 而且后面的乘客也不会因为这个震动感受到觉得 好像很不舒服什么啊这一点真的是无可挑剔啦 然后刚才我们有讲到嘛就是Lexus用了2.4L的排气量 创造出不输给3.0L涡轮增加引擎的输出 最大马力表现352HP 讲真的这个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动力系统 我在接触这个动力系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系统也太安静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Lexus一直来的前向就是它的混合动力系统 这一次是他们第二次让这个涡轮增压引擎跟这个电动机结合 第一次是这个Lexus LX500HP的那个3.5L引擎配电机啦那个马力表现更强 我们就不讲那个我们讲单讲这个也就好 这个加速表现是真的很快的但是它还是 依照一直以来这个Lexus家族的传统就是我给你一个很线性的加速过程 你感觉不到很强烈的贴背感但是实际上这辆车是快的 官方表示它的0-100加速大概是6.2秒到6.4秒左右 考虑到这款车的车重接近2吨左右 可以做到这一个 6点多秒的0-100加速真的很快的 而且我在开这台车的时候大部分是以着一个 一般模式去开这台车 其实我可以感受到这台车它的这个 舒适性还是有在的 虽然它主打的是一个运动车款但是 Lexus的本质舒适性它没有牺牲掉 然后我很想换一下这个驾驶模式切换来看看 OK 大家可以看我的画面啊我现在试试加速 看到它的加速表现 超快 我说实话 如果是RX350 的这一个2.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呢 你是没有这样的加速效果的 可是当它配合了电机过后 它就可以实现一个很快的加速过程 所以这套系统除了节能减碳之外 性能也是它主打的一个卖点 我也是希望以后多一点的车款可以搭载这个系统 因为这个 这个加速表现是我喜欢的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相信如果讲到这台车6AT可能人家会讲 为什么这个年代 这种豪华品牌的车款还在用6AT 可是实际上这个6AT对于它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很大 因为主要它是一个 引擎跟电机的结合 在这个高速行驶下 这个引擎的转速其实也不会感觉到太高 而且你可以感受到这个 引擎的这个 refirement 这个宁静度是有在的 这一点 Lexus真的做得太好 我可以很担保的一点就是 这一个引擎 如果你去跟欧系的涡轮这样引擎相比的话 你会惊讶于它的安静 它的这个 MVH 真的做得太好了 不过说真的啦 SUV还是SUV所以 这台车的 驾驶动态表现是OK的 但是就建议各位不要把它当赛车来开啦 你就去enjoy它带给你的舒适度带给它的 这个流畅的加速表现 还有这个非常舒适的移动过程就足够了 当然偶尔需要的时候 它是可以给到你这方面的需求 好喜欢这台车 影片到最后我相信一定会很多网友留言 哎呀我这个50万我这样多选择啊 我可以买 XC90 我可以买GLE 我可以买X5 然后为什么我要买这个RX500H 日本车来的哦 我在影片中提到的点就是这台车的独特魅力 也就是它之所以可以吸引到消费者买单的原因 其实哦这台车 它从以前的harrier 然后到以前的Lexus RX 等等等等 在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心目中呢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存在 有多好呢 你可以看到目前在路上啊 马路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Lexus RX或者是harrier在路上行驶 就是因为它可以给到很多消费者要的东西 老实话在之前RX350发布后呢 他们在一个星期内就接了500张订单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辆车是多么的吸引消费者 买到这个价位车子的消费呢 基本上他们已经不看性价比 他们不太会看品牌的影响力 他们看的是我花了50万这款车可以带给我什么 讲着呢我们前面提到的几款欧系车呢 他们的定位可能会有一些重叠 他们的特性都有一点相似 但是这个日系豪华车呢 它可以给到你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很多的小细节然后它的部分功能可能会低调一些 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这个车子核心的部分 就是这个驾驶感受还有舒适度 所以Lexus RX到现在还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呢是有原因在的 而且人家在美国一年可以卖超过10万两 你就知道这一台车是多么的收小费者欢迎 我有50万的话 讲真的要买一台SUV我也是会买它 不知道各位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 影片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还有影片结束之前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下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